娱乐圈儿有很多深受众人喜欢的草根明星 比起其他明星 感觉农村背景的明星更受欢迎 因为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没有靠关系 比如张丽颖 对比起其他小花 她不是科班出身 小透明时期 跑了很多龙套才走红 演艺生涯可以说非常努志了 还有王宝强也是 从小就在少林寺做俗家弟子 之后开始玩的小花 跑龙套做群演 最终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明星 虽然唱歌的朱之文 没有上面两位明星出名 但也有很多人知道 算是歌唱界农民出身的代表 朱之文比起张丽颖 跟王宝强更接地气 在成名之前 朱之文就是靠种地跟打林工为生 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全家年收入仅5000元 她还曾到北京打工 睡猪卷 一年才赚了82块 不过朱之文很喜欢唱歌 89年 20岁的朱之文 还花了15块 买了一个录音机 又花钱买磁带来听歌 这对当时的她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 她还一直坚持练习唱歌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朱之文参加 我是大明星 获得了总冠军 在星光大道上 也获得越赛冠军 彻底红了 朱之文红了之后 开始商演 终于不用一年 只赚5000块了 成了全国人民 都认识的红人了 但这些年 她赚的钱 却很多都拿去做公益了 而她成了村里的红人 也有很多人 来找她借钱什么的 十足的老好人形象 不过却还是有人传出 她成名后抛弃了妻子 为此朱之文 特意在微博上 发了两夫妻的合影澄清 感觉以朱之文的人品 在她贫困时 不离不弃的老婆 现在她也会好好对待的 不过 另外一位农民出身 成为明星的人 却在成名后 抛弃了自己的老婆 那就是前段时间 传出离婚事件的满文君 8月22日 满文君跟老婆李莉 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李莉是满文君的第二任妻子了 她的第一任妻子 是同班同学高晓莹 满文君在91年 跟相恋了三年的高晓莹结婚 但因为当时 满文君跟朱之文一样 看家歌唱比赛 有点名气了 两人聚少离多 最终在94年 满文君提出离婚 离婚后 女儿有女方抚养 满文君跟高晓莹离婚的原因 很多人都说 因为满文君火了 才抛弃高晓莹的 据说如今高晓莹也改嫁了 女儿改成母亲的姓氏叫高晶 当记者采访高晶时 她表示满文君很少打电话给她 两人见面的次数几乎为零 再怎么说 高晶也是满文君的亲生女儿 这样做太绝情了 其实娱乐圈明星的婚姻 也能看出人生百态 都说遭仓之妻不下堂 但往往 很多人只能做到共患难 不能同享福 不仅仅是明星 很多富豪的第一任妻子 也是平惨的 来多久了 倒翰 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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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